而老太君和楚尚书等人 文言却是气得浑身发抖 尤其是老太君 怒得脸色通红 怒骂道 混账东西 这是要杀我们楚家的外孙女啊 我们锦儿还怀了他们楚王府的血脉 他是怎么下得了这个手的 老太君几步上前 上上下下打量苏母锦 锦儿 你嘴角有没有受伤 让外祖母瞧瞧 你这傻孩子 在楚王府受了委屈 真的不来跟外祖母说 外祖母虽然是个没用的老太婆 不能给你做什么主 可你还有舅舅们 还有表哥表弟 还有你爹爹 前几天你表哥去接你 你怎的都不跟他说 是啊锦儿 无事也皱眉 娘家这么多人 就算他楚王府全是通天 可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就是不能给你出头 也能给你安慰 受了委屈 怎的不知道回来 楚王爷 简直欺人太甚了 连我们锦儿都要杀 屋里七嘴八舌的 都是关心安慰的声音 苏木锦听得心中暖融融的 眼眶也有些发红 这才是亲人应该的样子啊 他握紧楚离的手 轻咳一声 外祖母 您就别说了 锦儿这不是没事吗 而且相公带锦儿好 锦儿怎么能自己 从王府里跑出来 把他一个人 给扔在王府里受苦受难 老太君顿时晋升 楚王爷再不是个东西 那都是人家楚离的爹爹 他们这样当着儿子的面 数落他的爹爹 的确是不太好 老太君当先发话 他握住楚离的手 轻轻拍了拍 目光慈爱又温和 孩子啊 既然你那个爹爹如此对你 搬出来就搬出来了 以后就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家 有什么事情 就跟外祖母说 外祖母给你做主 楚离微愣 他从来没有被人 用这样的眼神注视过 一时间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眼神中带着惊慌 看向苏木锦 苏木锦心一酸 捏了捏他腰间的软肉 小声道 还不快跟外祖母道谢 外祖母 楚离瞧着老人慈祥的眼睛 心忽然变得软软的 他突然明白 为什么锦儿会喜欢楚家 这么喜欢楚家里的人 他们若是接受了一个人 那就是全心全意的好 不管在外面多么的光鲜亮丽 在家里 他们的身份如此简单 就是一家人 也许生活中会有一些小矛盾 可丝毫不能影响他们的感情 短短一天的时间 楚离就喜欢上了这样热闹的氛围 他以前觉得自己喜欢清静 现在才知道 他的内心里 其实也向往着这样热闹的场景的 他情不自禁地握紧老太君的手 他的手皮肤已经有些松弛 可却那样的暖和 楚离抿了抿唇 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半晌才缓缓的 外祖母 以后楚离会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 好好好 快坐下吃饭 等会儿早膳都要凉了 老太君率先坐下 大家都坐了下来 老太君让苏木槿坐在他的身边 楚家吃饭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规矩 除了老太君坐在上手 其他人随便可以坐在哪里 老太君好久没有瞧见苏木槿 又知道他怀了身孕 稀罕得不得了 就让苏木槿坐在他的手边了 楚离仅挨着苏木槿坐下 用饭的时候 楚离感觉到有几道眼神 似有若无地落在身上 一转头就瞧见几个俊朗不凡的年轻人 边吃饭边不着痕迹地往他这里张望 几个男子各有千秋 面容不凡 其中以楚君涛为首 他们应该就是这府上的几个公子哥 楚离友好的对他们点点头 然后就瞧见几个男子 交头接耳地开始小声嘀咕 他武功好 尽管他们声音小 他依旧能听得清清楚楚 哎 大哥 那个楚离一笑起来 真的要把你给比下去了 哼 可算让我找到一个 能把大哥给压下去的人了 锦妹妹眼光不错嘛 那当然 也不瞧瞧 锦姐姐是谁家的姑娘 年纪最小的楚君训 语气万分得意 楚离毛子笑意闪烁 一睁眼却和楚君涛的目光对个正着 楚君涛给他的感觉一直都是深藏不露的 这一点他以前没有和锦儿成亲的时候都感觉到了 不过他对楚君涛可没有多少好感 谁让他先前去苏家求过亲来着 不过现在他没有什么忌惮了 据墨眼来报 楚君涛现在和宁浅雪那小丫头走得近得很啊 两人视线对上 楚君涛对他摇摇举杯 楚离释然 端起酒杯还没有凑到嘴里呢 就被眼疾手快的苏木井给按住了手腕 他对他怒目而视 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呢 喝什么酒 说着要了一碗白粥放到他面前 吃这个 楚离无奈就瞧见楚君涛似乎被逗乐了 眉眼里都是笑意 楚离也笑 喉间却微微一梗 他在桌子下握紧了他冰凉的小手 心里一片温软 用完早膳之后 苏木井才从外祖母的口中 知道张府已经给各府下了桑帖 楚家让楚君涛带着几个弟弟一起去的 其他人没去 张燕然的桑礼他没有去参加 帖子是给楚家下的 他们去也不合适 至于楚王府的帖子 那就不关他和楚离的事情了 苏木井和楚离就这样 在楚家安顿了下来 苏木井当天中午就让人去苏家给爹爹报了信 到了下午的时候 苏清云亲自到楚家来探望他 让苏木井诧异的是 苏清云竟然真的进了楚家 更让他惊讶的是 楚家的人竟然没有拦着他 据他所知 外祖母和舅舅们对爹爹算得上 眼不见心不烦那种类型的 爹爹来的时候楚离出门去了 外祖母和舅舅舅母们也没有出现 估计是不想瞧见爹爹 苏木井心下了然 轻叹口气 他回门以来 头一次瞧见爹爹 他气色还不错 人却瘦了一些 他刚进院子就到 怎么没有回家去住 昨儿个大半夜的跑出来 应该回家才是 你外祖母年纪大了 被你惊出个好歹来 如何是好 苏木井自认理亏 没有说话 他和楚离的的确确 应该先回家一趟的 毕竟楚家是外祖母 而苏家才是他的娘家 他先前也考虑过 但是苏家 苏家的防卫根本不行 他怕他和楚离帮回府上 给爹和聪儿他们找麻烦 万一楚王爷够急跳墙了 只不定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但是楚家不一样 他曾经多次在楚家小住 这里守卫森严 不太可能被人钻空子 他扶着苏清云在屋里坐下 低声道 昨儿个事情发生得匆忙 我和楚离就想着 外祖母家离得比较近 没想那么多 就到外祖母家来小住了 进而从代价开始 都极少来看望外祖母 现在想趁此机会 好好在府里多住一段时间 也能陪外祖母和旧母们 说说话 不准备搬回去吗 当然要回去 不过要等一段时间 过年之前吧 大年三十之前回去 别大年三十了 苏清云叹口气 接过苏木槿递过来的茶杯 喝了一口茶 才低声道 你长这么大 都没有在楚家过过年 你外祖母只有你娘亲一个女儿 多少年都没有女儿 在膝下尽孝道了 今年你趁此机会 好好陪陪你外祖母 就在楚家过完年再回去 等过完年 爹爹来接你回府 苏木槿微微一岔 他还以为爹爹会劝他回府呢 苏清云没有做多久就离开了 他披着厚厚的大球 不让苏木槿送他 你坏了身子就别往雪地里跑了 雪一直不停 地上不知道有多滑 小心别伤了身体 你在这里有你舅母们照顾 爹爹也放心 嗯 他乖巧地应了一声 苏清云拿着屋檐下的黑色伞 撑起来 瞧着已在门前的苏木槿 他不由地想起楚柔来 毛子就有些恍惚 他派出去不少人寻找柔儿的下落 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收获 他现在不敢多期盼别的 只希望柔儿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轻轻一叹 忍不住摸摸他的头发 声音放柔了些 回去吧 别在外面吹疯了 好 苏木槿瞧着他瘦续的肩头 和因为太瘦 而显得有些尖锐的下巴 微微一叹 爹爹也要好好保重自己 别太操劳了 放心 爹爹有分寸 苏清云来了又走 竟然连问苏木槿 楚黎为什么和楚王爷闹翻 都没有问上一句 苏木槿还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所有人对楚黎的双腿和脸好起来 仿佛都没有丝毫的惊诧 就好像他以前的轮椅和面具 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他心下感慨 他们都不问 只是因为不想戳楚黎的伤疤 他懂 楚黎也懂 因为这份理解 所以楚黎对外祖母和舅舅们 越发的有好感 苏木槿回了屋 先前给楚黎做的那件衣裳 落在楚王府了 要回去拿 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好重做了 也只有楚黎不在的时候 他才会做些针线活 楚黎若是在身边的话 肯定不让他做这么费眼的事 他坐在外室的梨花木椅子上 椅子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毡毯 十分的暖和 昨天晚上就有下人给送来了银探 礼屋和外室里都烧了火盆 地龙也开始烧了 房间里很是暖和 生肖和秋月坐在他对面 帮他分线 几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做事 时间过得倒是挺快的 转眼间就到了下午 楚黎一直都没有回来 外面大雪依旧不断 他心里隐隐有些担心 把墨眼叫出来 楚黎干嘛去了 怎么还不回来 墨眼抓抓头 世子爷也没有跟属下说呀 不过世子妃放心 世子爷不会出事的 他不是说了吗 要差不多到晚上才能回来 他担心的不是这个 而是楚黎的伤势还没有好 雪又下得这么大 万一染了风寒怎么办 世子妃 您就别担心了 墨眼看出苏木槿的忧虑 黑黑一笑道 哼 才那么一点伤势 根本不算什么 世子爷的武功好着呢 而且昨个那一掌 他及时避开了 只打中了肩膀 应该没有多大的事情的 苏木槿听出他言语中的重点 楚黎以前还受过更重的伤 呃 墨眼尴尬地挠挠头 这才发现自己不小心说漏嘴了 不过反正是世子妃嘛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他顺势坐在小袖凳上 低声道 以前世子爷受过更严重的伤 那个 世子妃 你应该看到过的才对啊 墨眼眼神诡异地瞧着苏木槿 世子爷的下腰侧 以前被人砍了一刀 那一刀 差点把它斩成两半 幸好世子爷 及时用长剑挡了一下 不过那时候 世子爷年纪小 双腿也不方便 轮椅都被人家给用刀子斩了 要不是世子爷反应快 当时就完蛋了 苏木槿心中一紧 怎么回事 楚离从小就生活在楚王府 楚王爷应该不会让他 遇到这种事情才对 他不自觉地放缓了呼吸 捏紧了手中的绣花针 你说清楚点 世子爷没有跟您说过呀 墨眼轻壳一声 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 是怎么回事 属下是后来才赶过去的 不过据属下所知 好像是世子爷出门 去给王妃上香吧 去念祠寺 然后在半山腰碰到了强盗 墨眼面色一冷 不过属下一直都觉得不是强盗 强盗大多都是不入流 没功夫的 可世子爷身边 却有好些的侍卫 那些侍卫都是楚王府的好手 可却被强盗们杀了个精光 属下瞧着他们 倒像是知道世子爷要去给王妃上香 所以才会特意埋伏在那里 等着截杀世子爷的 苏木锦默然 他挥挥手 让生肖和秋月出去 然后艰难地问 后来他怎么逃出来的 哪里是逃出来的 墨眼想起当年的一幕 面色异样地冷宁 他回忆着十二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世子爷才十二岁 他的腿还没有好 侍卫们拼命救他 他自己也学了武功 轮椅里也有暗器 世子爷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放出了燕火 那是世子爷 特意被在身上救急的燕火 紫色的燕火 是我们的最危险信号 当时我还没有留在 世子爷的身边贴身跟着 瞧见信号之后 赶紧马不停蹄地 带着兄弟们赶了过去 我和悬破还有青鸟 是世子爷身边的得力助手 那时候我们的人还很少 就是那一次 就使了十几个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世子爷恐怕就要被分尸了 墨眼现在还记得 那时候的场景 满地都是鲜血 所谓强盗的尸体 还有王府侍卫的尸体 把念慈寺半山腰那一块 都铺平了 遍地的血 顺着斜坡往下流 他和青鸟悬破 赶到的时候 世子爷已经没有半点挣扎的力气 坐在轮椅中闭上眼睛 仿佛已经累极 就在强盗举起最后一刀 要斩杀世子爷的时候 他们刚好出现 悬破在他们三个中 最是深藏不漏的 当时一个飞剑扔过去 硬生生地 把大刀的方向改变了 可那个时候 他们的年纪太小 内力太弱 以至于 只是把大刀打偏了 却没有能阻止 大刀落下来 他们亲眼瞧着那大刀 带着锋利的刀光 劈碎了轮椅 一直看到了世子爷的腰侧 世子爷从来都会留一手的 他的轮椅上有机关 在他大刀落下的时候 机关同时发动 三根细如牛毛的毒针 直直地射入那人的咽喉 他的刀 依旧在世子爷的身上 没有拔出来 而他却已经永远地倒了下去 悬破和青鸟处理了最后的人 他则是颤颤巍巍地 跑到世子爷的身边 瞧着那嵌入他腰侧的大刀 不敢下手 如果不是悬破的那一剑 让大刀减弱了威力 那一刀直接能把它 从腰间斩成两半 莫言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他敏捷了嘴唇 所以现在世子爷右侧的腰间 还有一条泛白的伤痕 他伤势太严重了 疤痕没办法弄掉 就只能放在腰间了 从那之后 世子爷就让我留在他的身边 贴身伺候 而且从那天开始 世子爷就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莫言眼睛忽然一亮 对了 就你第二次和世子爷见面的时候 就是在念慈祀 那一次刚好就是我们王妃的忌日 苏木槿一愣 楚王妃的忌日 和他娘亲的忌日 竟然只隔了一天 他愣了一下 很快反应过来 楚王妃去世二十一年了 而他娘亲才去世五年 不禁摇了摇头 你方才说悬破和青鸟 他们我怎么没见过 哦 他们啊 莫言低声道 悬破在外面历练呢 轻描呢 听名字好像是个女子 我怎么没见过